這PPSU是OK的嗎 PPSU也還要看什麼樣的PPSU PPSU用久了之後 它會慢慢從透明色變成黃色 對對對 它買的時候是透明色變黃色的 所以你要很擔心 因為PPSU它製作的這個方式 它是用硫化鈉 然後再加上所謂的 我們叫對惡綠本 慢慢的它因為裡面這些成分 它就變顏色 但是要注意 它是PPSU 雖然它耐溫 它已經這個耐狀都是滿不錯的 但是因為它的原始成分叫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個塑膠它出廠以前 已經被清除處理得很好才行 要不然你回家還要先自己處理一下 教授請問你一下 教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怎麼來選擇奶瓶 奶瓶最好 其實我覺得奶瓶最好 還是用過去傳統的玻璃瓶 但是大家嫌它太重 怕會打破 那就拿一個玻璃的奶瓶 外面用一個布套子把它套起來 也不會燙 一旦打破了之後 那玻璃碎片也在裡面 那瓶子你就不要算了買一個新的 這樣不再每天 可是教授問題又來了 你看小可這個說它是玻璃的 可是你看一下上面標示 它也沒有 耐熱可以到 玻璃可以到600度 你要看玻璃的時候 比如說你把這奶瓶 把這奶瓶給打開了 你從這奶瓶玻璃的重面看進來 要看穿玻璃 看穿 看穿玻璃 不是看到空氣 是 你這樣看就看到空氣 整個玻璃要透明的 透過去 對 如果說這樣看穿的話 你如果看穿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一個瓶子還不錯的 如果說這個玻璃你看起來 它是很透明的 對 這是高級玻璃 這個確實可以耐高 耐到600 哇 小可你挑對了 對 你如果說這個玻璃看起來 有點綠色的 那通常來講 它就沒有辦法耐這麼高溫 那如果真正的很好的 這個玻璃瓶到怎麼樣你知道嗎 是 你去 比如說這個我們主持人 等一下去外面買一瓶 很高級的洋酒對不對 有有有 那瓶子完全都是水晶的 對 那個水晶的那個瓶子 那就完全都沒有洋 顏色的 那個耐到900度都可以 教授教授我又有問題 像那個玻璃瓶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問題玻璃瓶 它這樣寶寶在吸的時候 它那個吸的地方是塑膠耶 沒有塑膠 現在這個都也是 食用矽膠 矽膠 所以奶嘴是食用矽膠 食用矽膠 矽膠跟橡膠差很多耶 所以矽膠是OK 因為常常我們消毒完 都會發現它有點黏黏的感覺 我那個就不要 那就不要 因為矽膠我剛剛你要注意聽我剛剛講話 食用級的矽膠 矽膠也有工業級的 對 工業級的有的拿去當 比如說一些東西跟東西接縫 之後又要當作一個氣墊 防止摩擦等等之類的那些東西 那就是工業級的矽膠 所以這點黏的就是工業級的 工業級的矽膠 那要說食用級跟工業級 他在買奶嘴的時候他有寫嗎 那要寫啊 當然要寫 在標誌上面要寫 對 他一定會寫 食用級的矽膠 包括不是買這個瓶子 買那一個奶嘴而已也要寫 我們剛剛講的是奶瓶 講到這個是小孩子一定要用到的 再來第二條 沒有一個小孩子不用的 就是玩具 哦 對 這個玩具 我們國內的一些消極會也好 國內的環保團體 也對國內的一些小學生 做了一個研究 很多的玩具裡面 幾乎都有含 含隔 對 兩千年高雄市 他對312手的 三年級935位的學生 做一個血液的測試 裡面含鮮的容量 竟然高達 那每超過 對 你超過三個標準 他就可能 他的學業成績就會掉一名 所以啊 如果你家裡的小朋友 那個功課成績 就稍微落後 有可能不是因為他先天上的 一些基因的缺陷 可能是他的環境 影響了他智力的發展 所以我們來問問杰琳 到底有哪些玩具 會讓我們有這樣的問題呢 小型小朋友的玩具呢 含有重金屬跟可塑劑 小朋友可能會玩出一生病 可怕的玩具1號 就是小男生最喜歡的 小汽車啊 還有恐龍 以及女生最喜歡的玩具飾品 這些呢 都含千量超標88倍 其實啊 我們在挑玩具的時候 媽媽都會覺得說 沒有喔 我很用心挑 很用心在挑 對不對 每個人的挑法都不一樣 那像小可 像寶寶比較小 我會買 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 認證的 然後會專門到 賣小朋友玩具的地方去 然後會看外盒 但是我買回去之前 我一定會把所有的零件 都先拆下來 然後用那個消毒水先噴 但我那個消毒水是 小朋友碰到也不會怎麼樣的 消毒水 噴到那種酒精 那妳只是消毒 表面上的一些細菌而已啦 他應該吃不到那麼裡面吧 那就要看他的材質 可是我覺得他已經比我厲害了耶 因為那時候我們買這個回來 打開就開始玩 慢慢小孩一起玩 然後像是這些 有麥克風可以拿起來的地方 我都一定會插到 而且每一個小朋友不一樣 例如說小朋友來家裡面玩 玩完之後出去 我一定會把所有的玩具 再清理一遍 因為妳不知道 每個小朋友身上過敏的東西 真的喔 好用心的媽媽 第一胎對不對 對 第二胎開始沒了啦 對 但是我跟妳以前都會講 就第一胎這樣 那我們要買玩具 基本上是小孩子喜歡 我們就會買 對 我們會帶他去 或者有時候是 爸爸喜歡我們也會買 對 那也很多 你說像柯博文啊 Bumblebee啊 那也很多 鋼鐵人啊 爸爸買的比小孩還多啊 對 就爸爸自己也喜歡 然後可是禮物我們 這種玩具 我們沒有什麼在挑 然後像這個 這個啊就是在夜市 就夜市的時候 他們不是會有那種什麼打蛋豬啊 跟妳玩 送一盒 一塊他就送一盒 然後就留下來 他很喜歡的 那這個就很便宜 這個就不用花太多錢 可是我們家的玩具 像小朋友的那個飾品很多啦 小女生的話 就像那個捷琳手上的那種飾品 那個鏈子就是我女兒自己 我們就是買那種小朋友用的 對 那個豬豬 讓他自己去串 練那個小雞群啊 雞肉 他就自己串成一個這個項鍊 好可愛喔 小雞肉 小鬥雞耶 小雞群啊 就是他的手指 手指的那個雞群 然後那個恐龍跟車車 就是小朋友 男生 基本上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但我一直覺得有一個很 我們兩個有一個依據點 就是有些玩具買回來 你會聞到很重的汽油味 我覺得啊 像我在幫小孩挑玩具的時候啊 我都比較care的是 那個文具用品 如果是玩具的話 真的是還好 對 那所以像ivy的話 你在幫小朋友挑玩具 有什麼原則嗎 什麼樣的狀況 你都會買 其實你們剛剛講的那種狀況 我都有耶 像打彈珠啊 那些換玩具 對 也是會啊 一定會 那是兒時的回憶對不對 可是我盡量就是 像我兒子非常迷戀那種 什麼湯瑪士火車那一類的 對 然後他們換火車回來的話 我也是盡量就是會幫他們挑 我覺得 感覺上不要太輕的 比較有安全感 哦 比較重的 對 就是感覺孩子比較 吃鐵類的或是鉛 就是覺得 比是比較 所以都是不好的 可是不好嗎 感覺起來都是重金屬 可是我覺得塑膠感覺更可怕 就是 對 然後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盡量就會在百貨公司買 因為覺得可以進百貨公司的櫃 應該是都有認證過的 對 現在很多那個玩具 是放在就是食品裡面 對 然後就是隨食品附贈的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看 那個危險性可能要更高 對 還有就是你買餐 加多少錢 他就送你小玩具 或者是我小朋友 就是去我保母家 然後回來之後 他就帶了一個玩具回來 結果發現 牠的牙齒都是黑的 我想說牙齒都是黑 牠到底吃了什麼 牠跟黑人接吻 結果才知道 沒有 才知道那個玩具 牠帶回來那個玩具呢 是就是 牠是穿條紋 黑白條紋的裝 然後牠其實就是熊貓 一個耳朵是黑 兩個耳朵都黑色的 結果牠已經把一個耳朵 咬成肉色的耶 全部都辣茶 黑色了 辣茶就是氣都掉 掉死的 對 我超緊張 然後就用那個紗布巾 幫牠洗牙齒 然後全部洗乾 那玩具就趕快丟掉了 紗布趕快丟掉啦 可是牠會生氣 因為牠就覺得很好玩 因為小孩子 我第一個用摸 一定會咬看看 對 因為百分之百都會 那我們以後小孩 是不是自己做紅毛飄好了 不能給牠們彎彎 對 而且妳還擺 妳還認識紅毛飄 請問一下顏醫師喔 那現在國內的一些兒童玩具 竟然它的含牽量超過88倍 那我們電視機前面的父母 都擔心死了 到底這個 如果是這個牽中毒的話 對人體到底有什麼影響 對小朋友玩具 因為國內有規範 不能超過90ppm 那之前就名義代表 他檢驗大賣場裡面的玩具 就看到松鼠 大概200多ppm 然後像小火車這樣子 顏色很鮮豔 是 既然有 我們在想說 小朋友他在玩這玩具的時候 玩一玩就會拿來咬 會 對 或者說沒有洗手 待會兒就去吃東西 對 小孩常常會這樣 所以就不知不覺就把那個鉛 吃到肚子去 真的 像比如說我們林口腸根醫院 之前兒科他們醫師就發表 文獻在國際情看說 台灣很多小朋友 這幾年血液中鉛的 龍度越來越高 為什麼越來越高 有可能是來自這種 彈鉛的玩具的暴露有關 其實我們在醫學生的教科書上 有關於鉛中毒 有一個特別描述名詞叫 油氣功的肚子痛 Pentacolic 它就是形容鉛中毒 因為早期油漆裡面都含有鉛 當作原料 所以油漆功它每天在油漆粉刷 對 哪一天就吸氣就鉛中毒 所以鉛中毒表現滿多 它可以用肚子痛來表現 它可能也會引起 神經系統方面病變 不過就說小朋友的這些玩具 它除了鉛中毒之外 是不是也有可能 就是有其他的重金屬 那不得了了 教授 那我要試一下 這個 你們是擠的 不是嗎 這個是我老婆 今年送我的生日禮物 不要試 不要試看 王婆 我跟妳講 它融掉 我不會再買一次喔 它融掉代表它超毒的 還要再買一隻給我 我可以 好 我放下去囉 欸? 欸? 欸?